朋友们好啊 2022年的6月4号 今又六四 我估计每年的今天 这个邓家儿女们都要房门紧闭 然后院子里要增少家岗 那几代人就这么过日 哈哈哈哈 左孽 今天的我们也聊聊 聊聊六四 我们不是跟他们凑热 因为呢我们说杨尚昆 这个杨尚昆和六四的关系 六四这个事我本来前两天就要说 我说呢就往后延到6月4号 好我们再和大家聊 那么今天说这个话题之前 我首先呢 对昨天晚上 我的视频底下的更天里面的 两位一字之诗 这个表示感谢 昨天杨尔哥晚上喝的 有点大 哈哈哈哈哈哈 没断片就不错了 嗯 但是呢出了两个硬伤 一个呢毛主席写屈原的诗里面 这个交了很少 我那朋友告诉我了 得读交懒吧 我是一个愿吃辣椒的人 哈哈哈哈 啊 竟然那么不错了 说错了 嗯 还有呢 还有这个 爱 生命存可贵 爱情加更高 我竟然说是夏明汉的事 哈哈哈哈 这硬伤啊 这不可原谅啊 这喝了酒了 酒喝多了 也不可原谅 也不可原谅 这是硬伤 感谢二位啊 啊 感谢你们一 你们二位一字之师 哈哈哈哈 啊 以后这个 这个 说视频之前的时候 要像今天这样 啊 就喝两杯酒就行 喝两杯酒 我觉得性质正好 但是呢 还轻易不容易出这种硬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谢谢大家 昨天大家讨论的也很热烈 啊 留言也很多 嗯 谢谢大家 啊 那个 我对我说过的话 一般我都不解释 哈哈 都不解释 那昨天也一样 昨天我也不解释 啊 自由 什么是自由 啊 新美哥都知天命之人了 哈哈哈哈 哪有什么绝对的自由 哈哈哈哈 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对规律的认识 哈哈哈 你掌握了规律 你就能获得自由 比如就像说 西美哥 要说党史的话呢 到澳洲来说党史 我是自由的 这就像骂澳洲的人 留在国内 你也是自由 哈哈哈 在中澳关系改善之前的时候 你骂澳洲自由啊 是不是不得了啊 嗯 骂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我们以前的我老同事 没说过 发了个短视频 啊 瞎看着我毛骨悚然 说澳洲的警察 怎么他妈的 这这个抓孩子 然后把那些抓孩子 给孩子强制打疫苗 然后 哈哈哈哈 对 怎么骂都成 你自由的 嗯 你看自由 昨天的事翻过去了 嗯 我们今天呢 说是六四的事 去年的今天呢 我那天我也没少喝 然后呢 讲了讲自己当年的 有八九年 啊 包括我对六四的这个 定性啊 认识和我自己六四的这个经历 我到今天为止呢 应该说几十年如一日 我坚持我自己的一个最根本的观点 啊 什么六四 八九学运啊 六四是八九学运的一个结果 八九学运和六四 这是两件事 两个性质的两件事 那么呢 在六月四号这一天 说八九学运 我到现在为止啊 我坚持我几十年的观点 八九学运就是一次小文革 啊 很多新朋友啊 你可能没看到我去年说的 啊 我今天在这儿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新伟哥的结论几十年不变 我是当年的参与者 深度的参与者 啊 并且因为呢 可能参与的比较深 哈哈哈哈 然后呢 在此之前呢 在校园里头呢 应该说还算是有点威望 哈哈哈哈 所以呢 很多同学包括师弟师妹们 从我这得到不少东西 所以最后呢 清查办 嗯 给我定的罪甚至定的高了一等 定到了不是学生这一等里的罪 说我是长胡子的人 那时候八九年全中国的高校都知道有个词叫长胡子的人 你不知道吧 朋友们啊 长胡子的人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学生要老练 老成 一般都是教职员工里面 偷偷给学生出发画策的 做幕后指挥的那些人 当时从中央圆幕开始叫出来的叫长胡子的人 西美哥非常荣幸 我作为一个学生 被人家定为长胡子的人 今天有个朋友下午的时候问我说 我老朋友啊 我那时候我的老朋友 说这个西美哥 对于这个美学什么这些东西还有些有些见解 我实实求是的讲 我要没有六四这个因素的话 我可能真就走了另外一条道 我可能真就读了我的导师的唯一美学的研究生了 当年唯一美学和哲学我 那个时候还真是 自己特爱好又特悟 这个 我当年关于唯一美学方面的一些个 一些个论文啊 什么这些东西 那还是可以传观的 哈哈哈 因为六四的事情 因为我不可能过得了这个审查这一关 清查这一关 正审 这关过来了 不说那个了啊 我中心的观点是 八九学运 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小文革 嗯 无论是参加者主体是学生 然后呢 目标所指当权派 然后呢 只指他们的问题就是腐败 官僚主义等等 所有这一切的东西 还有什么呢 还有了就是这个 那整个八九学运 尤其前期那个过程 大家看嗯 你把活跃王的因素扣除 他们只是个诱因 那时候我们也比较是幼稚 我还不知道那么活跃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就是个由头 而七十八九学运一开始目标非常明确 就反腐败反官党 甚至直指邓家和赵家 所以事实上 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光荣的传统 传到了1989年 你像八九年年底87年年初 那不也一样呢 一样的 都是应该说都有文革的基因 而八九学运你应该说是最集中的一次 最集中的一次 这这个观点呢 我就给大家复述一遍 不展开了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爬不着 去年的六月四号 新美哥是把这个事说的 我觉得说的还算是比较全也比较透 我们今天说什么呢 这就快九分钟了啊 今天时间可能长一点啊 我们今天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说一说 上面的事就是关于六四 我们正说杨尚昆呢 杨尚昆是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之一 或者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 但是 在整个六四这个决策的过程中 就是戒严 然后呢 这个这个六四那天开枪 杀入天文广场 整个这个决策 这个历史 责任 首要的历史责任到底应该谁来承担 这就是我今天要聊 就是到底是谁的六四 到底是邓小平的六四 还是赵紫阳的六四 还是杨尚昆的六四 嗯 李鹏都是执行者 李鹏 对于八九年 学运到六四的这个过程的决策 李鹏基本上就是让我干啥我干啥 嗯 没人干的活呢 让我干我也干 所以李鹏他就是 挨骂骂了几十年 然后李鹏就后来 老了老了不在日记里 忙不天地给自己 证明嘛是不是 挺冤 李鹏其实挺冤 嗯 那么七十三驾马车 是邓小平 赵紫阳和杨长奎 他们三个人在整个八九年这次运动中 这个最后的决策上 他们起到了核心的主要的作用 其实也是他们之间的一场博弈 一场博弈 那么这个其中 这个首范到底是谁 谁是始作勇者 嗯 这个三十多年以来 也多有研讨 大家也多有争论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 两个人的观点 一个呢 是这个 以前曾经供职于中宣部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后来呢 到中央数据处办公室 后来又在中央办公厅任职 此军吴家祥 吴家祥 六四之后呢 因为他参与了 所以他被抓了 然后给关了 还关在秦城 九二年的时候呢 释放了 然后后来他就跑了 好像在美国了 那么 那 这要说早了 这01年吧 这是20年前 他曾经呢 这个 在国外的一次论坛上 关于六四的这样的一个论坛上 有过一篇演讲 那篇演讲 然后呢 这个对于 他观察到的 和他认识的 他认为的 这个六四 期间 六四决策这个过程中 这 这这邓扬 这几位各自的历史角色 他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当时这个演讲的题目就叫 蝉螳螂和黄雀 螳螂不蝉 黄雀在后 谁是蝉螳螂和黄雀 嗯 邓 杨和赵呢 哈哈哈 他是这样 说的 他说 蝉螂死后 学生上街 啊 街上的标语越来越多了 啊 都是反邓小平的 当时确实是 我们当时呢 说上街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其实也提出邓家的问题 和赵家的问题 而首当其冲的是邓家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呢 这个这个你们听听老人给你们讲一讲 就是八九年的时候 就流传出了 邓家的儿女 邓家的儿女 当时就说 说他们这学生 是要把我们一家人剁成肉将 他们认为这个学生的矛头就是冲着他们家老爷子去 就冲着邓小平去 好 嗯 我祝贺他们 我祝贺邓家的儿女 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对 我们就冲着你们家去 冲着你们家老爷子 冲着你们家大哥去 邓家子女对面说 说学生要把他们剁成肉将 当时我们刚开始指向他们的时候 真没想剁他们的肉将 我们真希望他们自己来 出来跟他妈 公身自省 然后向全国人民道歉 然后他妈的交出他们的非法所得 然后他妈的把这个共产党身上的这个流子 嗯给他弯出去 然后他妈的 这这这个 让中国共产党自我疗伤 重新找回自己的健康的机体 我们甚至都没一开始都没想过 让邓小平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 跟他算什么仗 但是 六这个这个519戒严之后 那时候我们他妈的 可能我们就狠了点了 哈哈 我们这稀疏对他们老邓家就狠了点 但是也没说搞你什么肉酱不肉酱呢 嗯 但是六月四号 那一天的事发完之后 啊 把你们做成肉酱都不解他妈的大家心头之恨 啊 啊 你没敢留骨灰 你留一个秩序 啊 哈哈哈哈 啊 啊这这我插插的这小段啊 说当时街上的标语越来越多 都是反邓小平的 嗯 这正是杨尚坤 烧三年大香都烧不来的局面 嗯 这就是吴家强他的观点啊 他那个观点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呢 是 嗯 这这他把杨尚坤说的太重要 哈哈哈哈 对 他说这正是杨尚坤烧三年大香都烧不出来的局面 大家知道 只要是学生怀念胡耀邦 反对邓小平的话 就恰好可以制造 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进一步的冲突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要不你进一步镇压 说赵紫阳 要不你就进一步的镇压 你如果不坚决的镇压 那就表示你赵紫阳有野心 也就是你想搞到邓小平 啊 这个对待学生的态度就成了一个对待邓小平的态度的问题 嗯 这是我家乡 那是我 就是 这 这个这个这个摆在了赵紫阳的面前 就是你怎么对待学生 你要不镇压 就意味着你可能跟学生站在一起 要借学生 借到啥人 要搬到邓小平 哈哈你有野心 赵紫阳你就有野心 嗯 他接着说 说赵紫阳一直不主张对学生镇压 他主张对学生怀柔 赵紫阳一主张怀柔 就被杨尚坤和保守派 那也就指当时的八老吧 就邓 陈云李先念彭真 这个薄一薄杨尚坤 邓颖超和王振 那这所谓的 八位老人 说是 说赵紫阳一主张怀柔就被杨尚坤和这 保守派们老人们就会描绘呗 对邓小平有野心 对邓小平不公 因为学生反对的是邓小平呢 你既然对反对邓小平的人这么怀柔 那你居心何在 所以学生越闹得凶 啊 这保守派和杨尚坤当局越高兴 他就坐山观虎斗 学生反对邓小平也不反对我是不是啊 有没有学生说打倒杨尚坤那个时候 八九年没有 那确实是没有 我们那时候确实 就没想到要打倒杨尚坤 哈哈哈哈 啊 没有 确实是没有 所以他说杨尚坤高兴的是什么呢 是学生越闹得凶 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对抗就越剧烈 最有力的是处在杨尚坤的位置上 他既能够沟通邓小平赵紫阳 也能够沟通保守派 他有一个所有人都要求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他可以跟所有的人说话 没有人认为他是两面三刀 因为他要扮演邓小平的传话人 说杨尚坤那个时候 杨尚坤的位置当时就是这样的有力 所以他可以做到一箭三刁 让赵紫阳和邓小平还有保守派同归于郡 然后呢杨尚坤自己最后做太上皇 控制军权找一个儿皇帝 他想重演邓小平在八十年代的那个故事 垂林听政做太上皇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就无价想说 而且我告诉大家杨尚坤确实办到了 在这以后的两年内就是八九年九零年 九一年的时候 杨尚坤他说杨尚坤那个时候就是太上皇 怎么这么说呢 他说他在秦城监狱里看报纸 他就看到了他非常杨尚坤非常的得意 非常的得意 说九零年的时候杨尚坤呢做个蓝炎的手术 蓝炎手术呢 最小的手术啊 说杨尚坤做个蓝炎手术 就有来华的两个总统去看望他 所以他说杨尚坤那时候就从来没有那么得意过 当然了说他也这样做他也给自己种下了灭亡的祸根 他接着说他接着说杨尚坤就利用了保守派和学生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冲突啊 保守派和杨尚坤他们就不断的向邓小平反应提供资讯 然后陈希同呢就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啊 还有国家教育主任何东昌呢 还有国院发言人袁木 袁木求鱼 袁木求鱼 说这些人呢把整个学生运动描绘为一场反对邓小平的运动 不断的他们不断的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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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送这些个资讯 还给中央所有人都送 就说这场运动是冲着邓小平来的反对邓小平啊 他说这是杨尚坤和保守派他们出的招 什么招呢 就是让邓小平和赵紫阳他们的矛盾越剧烈 越剧烈 他们的目的就达到 何东昌不断的给学生做工作 引号做工作说我明确的告诉你们你们就是动乱 就是要求后算账对你们 一到学生要平息的时候 这他们就跟学生就这么说 就什么就那意思就你们就是动乱 你回去了我也他妈 安定了我也跟你求后算账 也跟你求后算账 那你这他妈不就激 激将法 这就是保守派人出的招 给上边送文件 然后呢下边刺激学生不断的跳 学生运动越升级 这杨尚坤和保守派人这些人就越高兴 哈哈就越高兴 他们的招数可以用三个东西来形容 第一招是把这场运动 首先定性为反瞪的运动 第二个呢是定性为动乱 第三个呢是把学生逼上梁山 让你回不了学校 回学校因为说要求算账 让你感到不安心 而且呢他一定要把学生逼到赵紫阳那边 看你赵紫阳怎么做 你如果镇压的话 那么你赵紫阳就亲手结束了你自己的怀柔的路线 亲手终结了你所有的改革的名声 你的政治生命已经就完了 你如果不对学生采取强硬措施的话 那就是对邓小平的不忠 你就是怀有二心 那么赵紫阳当时的处境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怀柔就表明我对邓小平 怀刀我心里有揣着刀子 那如果对学生动刀子呢 我就等于我亲手就自杀了 我自己把自己的这个 我宰杀了我自己的改革路线 我所有的英明毁于一旦 所以说对赵紫阳来说难度非常大 但是呢赵紫阳毕竟是中共党里面混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 所以呢他也有他的政治谋略 赵紫阳的谋略是什么呢 就是以退为进 隔岸观火 在学生闹得最凶的时候 我怎么隔岸观火呢 我隔鸭路江 我去北朝鲜访问去 学生闹最凶的时候我去北朝鲜访问去 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看你们怎么做 我看你们怎么做 临走之前呢还交代了三条跟李鹏他 说我走了以后呢不能召开中央常委会 然后重大的事情要向我汇报 第三呢他想把这个担子这个货水 重新的引向李鹏 由李鹏主持中央工作 这是赵紫阳走之前留下的三条 当时赵紫阳是这么安排的 但是那这个这个这个 吴家祥先生啊吴家祥 那先生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他告诉大家 这个赵紫阳尽管这么安排 但是有一个黄雀在后边 黄雀是谁啊 就是这个杨尚坤 我想杨说说杨尚坤比赵紫阳还高明 赵紫阳前脚刚走 杨尚坤后脚立刻就召开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你不说不让开常委会吗 好那我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当天晚上结束以后 杨尚坤说就带着他把李鹏 北京市委书一李锡明和这个北京市长陈一同说 一起去见杨尚坤 就把这场运动描绘为一场疯狂的反对杨尚坤的运动 当时就有那个说法吧 当时就说后来抓陈一同什么的 为什么我学生都觉得很解恨 收拾陈一同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记忆中 陈一同当年他妈的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是一个 应该煽风点火的人 陈一同当年的说是好像通过他的嘴 给邓小平给他们没少他妈的报假料 最后了他妈的这个这个这个把这个这个 这个当时邓小平为首的这个制定者们 政策的制定者们给逼到了墙角上 然后他们他妈的才停下来一种动了杀机 我们当时都是这么认为的 嗯 所以陈一同那时候在学生中的印象他极差 嗯 于是呢 这杨昆坤李鹏李希明陈一同 这么一说完之后 邓小平就发表了一篇 说血气腾腾的讲话 这篇讲话大家都知道 当时都传达了 中心意思就是三句话 不怕流血 不怕骂娘 不怕制裁 对学生采取最强硬的手段 于是呢 当时赵紫阳不在的前方下的中共中央 就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的调子 当天晚上就起草了四二六设论 就所有的四二六设论 就把这个定性为动乱 就把这样一场修士运动定为了反革命的动乱 那吴家强说说杨胜坤这么做 实际就是把邓小平逼到了墙根火山口 就是把邓小平变成了一个暴君 就是这场运动将来 不论以什么方式发展 其罪过都在邓小平的身上 这是吴家强的观点 我对他这个观点我不太以为然 但他的观点很多人认可 我觉得呢 在吴家强先生这 他把杨善坤和北京市委 这李希明和这个 这个这个陈一同 弄成了三封联火的这一一猫家 成了六四的这个祸首 好像是他六四祸首是这帮 这帮小子 但这不是实 三十多年过去的今天 我不认可这个事 我认可这个事实和这个说法 邓小平这个人 毛主席活着的时候说他开钢铁公司 邓小平这个人不是木偶的 啊 吴家强先生这个所谓的这样的分析 给我一个一个什么强烈的印象 他是在变相的给邓小平他们洗地 他是不是拿了邓小平 他是不是拿了邓家的钱财 在这疯狂的为邓小平洗地 但是邓小平 邓小平是始作俑者的罪魁祸首 是六四悲剧的始作俑者 这是不争的历史的事实 邓小平这滔天之罪 他是永远都洗不掉的 你吴家强先生这么说 也一样的洗不掉 休息会儿 我们一会再来一小节 谢谢大家